來看一下一檔這邊 這個部分就比較麻煩一點 所以請你仔細看 怎麼去分析一個題目 它放出與中心介於焦點跟某一個點點之間 你發現這個焦點是-33 這個點點是-63 發現它的外座標是怎樣 一樣的 所以表示這個點點指的是長左的點點 還是短左的點點 外座標固定嘛 對不對 原來是指長左的點點 如果是短左的話會不會跟焦點在同一個點也不會 所以從這邊你可以知道說 是到焦點 是到點點 我可以知道說我的長左是在哪裡 我的長左是在Y等級的上面 Y等級3上面 我今天解決方案是我要找AV還有重心 到目前為止我知道說長左是Y等級3 因為中心的環中要知道 可是AV並不知道 接下來做什麼事情呢 我們來畫個圖形好了 因為從這兩個點點跟焦點 我們知道它是一個水平的火源 我畫一個這裡給各位來看看 好 這裡會有一個長軸 這裡會有一個短軸 中心J焦點-3跟3之間 中心都在這裡 所以-3 3 這是6 3 所以 說明是6 這是-3 所以這個焦點我們把它放在這裡 這個點點我們把它放在這裡 也就是說這個F5 指的就是-3 正3 這個A 指的就算63 那中心是在這兩邊的中間 對吧 好 那現在我的問題來了 這一段分別是多少 這段多少 這段是不是一個C 這段多少 A 好 從這裡面我知道這段是A 這段是C 然後這兩點的距離 外套不要固定 所以從6到-3 幾個單位 9個單位 所以從這條件我知道 A 加上C 配多少 9 對吧 然後2B 等於6 所以你加上B 等於幾個 B 等於3 好 A 加上7 等於9 B 等於3 你可不可以找出1 1 C 可以 好 怎麼找呢 A 加7 等於9 1 A 等於9 等於9 等於C 好了 所以A 平方 會等於B 平方 加上C 平方 好 A 平方 9 等於7 平方 等於B 平方 B 等於3 加上9 再加上C 平方 可以吧 好 展開 99 81 29 18 加上C 平方 會等於9 加上C 平方 所以這時候C 平方 要怎樣 掉掉了 所以得到18 C 會等於81-9 70幾? 72 所以明顯你的C 等於C 等於4 C 等於4 所以你的A 等於5 A 等於5 B 等於3 C 等於4 A 跟B 都有了 少掉誰? 中心 對不對 好 中心 怎麼辦 中心 我們要中邊B 是幾? 一定是3 那我們剛剛點點A 是63嘛 所以往後面 往左邊 寫了一個A 所以6-A 6-A 多少? 6-5 多少? 1 所以中心是多少? 13 所以在這邊 我們有沒有去背這個公式? 沒有喔 我們沒有背公式 對不對 往後寫一個A 所以13 那這個13跟負3是3 所以這個C是等於4 C 等於4 你有沒有錯? 沒有 所以中心有了 A 有了 B 也有了 可不可以寫方式? 可以 中心是13 所以是寫了 A 是減了1的平方 加上Y 減掉3的平方 等於4 1 水平浪 X的公布比較大 C 平方 所以就是25 這是多少? B 你要多少? 9 你就可以把方程式寫出來 所以這個地方的關鍵點 透過圖形把他們一些相關的位置找出來 那你去解題的時候就會比較簡單一點 這個地方是各位要去留意的 你把它補充一下